在舞台上今天除了有拼拖季節 還有一輩子有道具 沒錯今天就是有一個故事擂台賽 今天這些故事擂台賽的達人 即將在這舞台上來比賽 他們可是在舞步上 票選是好幾十萬人才脫離而出 所以我來聽一下今天的加油團在哪裡 我們加油團 加油團出了掌聲還有尖叫聲才對啦 哇 看到我們的加油團真的是非常的熱情 今天加油團呢 為了就是要幫我們台上的參賽者加油 但是在這裡我要來訪問大家 今天我們最後呢 如果獲得我們的故事擂台 春棒賽這間參賽者呢 他們的中獎金高達有一萬兩千塊錢掌聲 哇 聽說大家都很想上台 一起來獎賽對不對 當然在今天的比賽呢 我們也邀請到我們的評審老師 要來評分 好 首先呢 我要邀請的評審老師是我們 詩多利故事團隊執行長 陳英貴 陳老師 歡迎 好 接下來呢是 吳輪草 市團 展示範 鍾德帆 鍾老師 歡迎 好 接下來是 評寬區滿 導演 張春免 張導演 歡迎 歡迎 好的 現在 林生老師夠興趣 對 要為我們今天的參賽者來做評分 在這裡呢 蘋果姐姐也能先書名一下我們的比賽標準 這位呢 每一組有五分鐘的時間可以好好地來表現 那在四分鐘的時候呢 會聽到有一聲 鈴的聲音 表示四分鐘 提到 那如果到了五分鐘的時候 會聽到 三聲鈴 表示五分鐘 提到囉 好 現在呢 邀請我們第一位 我們這一次的故事達人 我們進行比賽 哇 這一位呢 是男生 很多的時候 大家都會想著 講故事 應該都是女生 講女生 或是媽媽 但是呢 我們第一位參賽者是 十六歲的小男生 吳嘉玉 要帶來的 小豬群冒技 掌聲歡迎 在跟著 陽喜大衡 掌聲歡迎